你以后还是别跟我们支持她了 毕竟你是老板的女朋友 你的一举一动 她们都盯着呢 凤凤 凤凤 凤凤你听我说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被你骗了这么久 被你耍得团团转 我跟你谈恋爱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自己男朋友是谁 你真把我当傻子了是吗 不是的 凤凤 你不知道啊 明神的身体不好 她不是故意瞒你的 你俩坐下慢慢说吧 凤凤 许明晨现在在这个位置呢 压力特别大 我们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啊 非常感激你能救许明晨的命 但是 后来我们的确是害怕 这安大集团的总裁 身体不好的消息流露着出去 对公司不利 所以我们就 故意向你隐瞒了他的真实身份 你问我 你怎么怎么办了 因为我听说我就是 我都不是在这里 我对他说我 我都不是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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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这儿 我对我地上 我自己都在这儿 我我都在这儿 我不应该去骗你 你就别恋我吧 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 许天然济菲利普 他是你弟弟 为什么你看起来比他年轻啊 因为我生病了 什么病 严重吗 他就是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 这详细的原理一言难尽 简单地说就是 就是一种特殊的基因遗传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会年轻 而且 会一年比一年年轻 这个病后续会怎么样 这种病发展到后面 可能会 他也不会怎么样 他就是 就是会年轻 天哪 那就好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今天还挺帅的嘛 本周的工作计划跟上周一样 只有一个小小的调整 陆芬芬不再负责整理 酒廊的入库清单 只负责酒廊的管理工作 以后你没有任何事 都要向陆芬芬请示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芬芬啊 以后就你多多包容啊 我负责管理工作 什么情况 好的 那没什么事就散会吧 这乔安娜要辞职了 对啊 怎么有事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芬芬 你刚入职的时候 我也没把你照顾好 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啊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别忘心上 你知道什么呀 达芬芬芬不是这样的人 否则以她的身份 怎么会和我们吃池塘啊 不过芬芬 你以后还是别跟我们吃池塘了 毕竟你是老板的女朋友 你的一举一动 她们都盯着呢 走吧 徐总 我有事想跟你说 怎么了 您今天是和陆芬芬一起来的 是 陆芬芬是我女朋友 不过你管理如常 不必影响你的工作 可是 陆芬芬她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而且原来只是一道是打杂的 够了 这是我的私事 如果你没有其他事的话 先去忙工作吧 好 董事长 这件事我本来不应该多管的 但是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您知道一下 你说 今天早上我看到徐总 和他们公司的一个基层员工 叫陆芬芬的 牵手来上班 这个陆芬芬她 她们牵手来的 对啊 而且我去问过徐总了 她也执任不会 她跟我说那个陆芬芬 她们公开了我也就放心了 好 谢谢你啊 白冰 零食我挂了 陆芬芬 你到底用了什么迷魂剂 让许家的人一个个都被你迷惑了 你等着 我一定会揭露你的真面目 徐总 您找我有何归干啊 陆芬芬 听说你为了那个陆芬芬 跟许明晨闹得很不愉快 许明晨这段时间经常不来公司 听说就是跟那个陆芬芬 天天都鬼混在一起 不可能的 总裁她不是那样的人 你真的太天真了 也太不了解男人了 你喜欢许明晨这么多年 可她连正眼都没看过你一眼 现在就这样一个 没有能力没有样貌的陆芬芬 却被她捧在手心里 这只能说明 有些男人啊 天生品位就太差 实在是不适合担当大人 许总 作为公司的员工 我不希望听到您在背后 污蔑总裁 你真是不知道 该怎么为自己争取 许明晨 这人现在就是一个 顽固富二代 只有当她失去一切的时候 她才愿意看到身边的你 才能真正懂得你的好 而这个时候 就是你击败陆芬芬的时候 许总 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总裁和董事长的 我还有事儿 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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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